新的遊戲 這頻道是製造一些關於遊戲的新資訊以及直播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去玩玩《奔壞3》 最新的《奕之》版本 今次的更新除了有新的角色外 還有非常多的福利 亦有一些很特別的玩法 如果大家不知道《崩壞3》是什麼 跟大家說 它是推出原神的 《米哈游公司》六年前的作品 再跟大家說說《崩壞》的背景吧 《崩壞》本身是一種 擁有自我意識 反抗文明發展的自然現象 文明越發達的時候 這些崩壞的災難 會越來越強大地試圖摧毀文明 這些擁有崩壞抗體的少女 就由她們組成了女武神部隊 接著這些勇敢的少女 穿上她們的機甲 拿起她們的武器 和崩壞戰鬥 當然是為了保護好她們的世界 好遊戲當然不僅好故事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角色設計 讓大家看看我自己最喜歡的角色 她們的性格非常多 就是愛妮希瓦 這款亞波尼亞也是我自己最喜歡的角色之一 大家可以看看 嘩 她的性格很有夏日感覺 我挺喜歡的 當然原本的性格 這個修女感覺我挺適合的 故事和角色設計都很棒 遊戲的玩法當然不可以輸了 大家看看遊戲畫面 要多震撼 有多震撼啊 真的想不到遊戲已經在六年前推出 現在它的格鬥畫面非常頂端 我覺得最好的地方 是手提電話又可以玩 電腦又可以玩 這麼多地方可以玩 還可以連接手掣玩 說說今次的版本更新吧 現在是第一部的劇情 來到中章 新版本的福利非常多 所以現在老手想玩是個好時機 當然新手上路也不錯 第一次連律者的角色 也是免費送給大家 事不宜遲看看今次的版本更新吧 先說說活動 大家只要完成主線34張 就可以獲得此元之律者的角色卡 然後完成33張 就可以獲得聖行自選箱 哇 非常佛心 接著這個春日濾霄的玩法 我們可以獲得新的Skin 沒錯 就是大家看到的新炎之律者的新Skin 咦 花觸天 畫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後面的披風 尤其是 當然不僅僅 我們還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獲得新炎之律者的角色卡 大家留意一下活動吧 登入活動也不簡單 輝月除想谷 我們登入會送十張精準補給卡 當然還有一些星石 再來看看此元之律者的裝備池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每十抽都會送五張卡 如果抽這個裝備池的話 製造的濾消任務就會很快 這次更新也新增了火力補給 我們可以自選這個裝備 也可以選擇聖行 各選五個就可以抽了 火力補給也已經說明了 十年抽必出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新角色包括中淵之律者的池 然後還有活動補給的 此元之律者的池 我自己比較喜歡此元之律者 我們就抽一抽此元之律者吧 好 那我們來看看會中什麼吧 來個十年抽看一看 好 那就是裝甲殘精 然後就是技能材料 也是裝甲殘精 又是裝甲殘精 OK 來了 哦 影武衝擊 角色卡 好 暫時這十抽還未見到 我們看看下十抽又如何 好 掉了箱子下來了 看看如何 OK 爆 高級技能 咦 來了 女武神強襲 角色卡 好 接著裝甲 OK 下一個 哦 銀郎的黎明 好 那就繼續吧 OK 這裡我們快一點點 因為做不到目標 我們就快去一點點 OK 好 這裡還未做 不要緊 我們再來 好了 我覺得這次應該OK了 看看吧 來 爆開它 OK 好 女武神信羽 接著也是高級技能材料 OK 好 有沒有呢 接著就是裝甲殘精 咦 也是裝甲殘精 咦 還有這個聖儀裝 喂 喂 太好了 有此之律者的角色卡 S 極品 抽完蛋後 我們再看看新的超限武器 可以看到情形之境 自勝順一 這把武器是給此緣之律者用的 接著就是無名之境 萬物之恥 當然是給中淵之律者用的 既然有新角色 當然試用一下吧 我們試試《進淵之律者》吧 這個角色 我玩了一會 試玩了 其實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切換雙槍和長劍這個武器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招式都非常華麗 普通攻擊都可以不斷浮空連擊 爽快度就一流了 不知道大家又有什麼感覺呢 當然啦 連擊完後 掃一招 嘩 這個大轉啊 一腳踢過去 嘩 整個地面都裂了 試玩完後 我覺得這隻新的角色 它的空戰能力和機動性非常強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快點登入試試吧 接著跟大家試試《始源之律者》 普通攻擊已經超級帥氣 接著大家用分支技能 簡直是帥氣 大家看到嗎 所有攻擊都是超級高的連擊 好了 別說太多了 我們直接來一下大絕 嘩 上下左右見 我們可以直接瘋狂地斬斬爆屏幕 這一招的華麗程度 真是沒得頂 嘩 嘩 我們又看看新的Skin 這是李素尚的新Skin 剛才大家也看到的活動 就是錦碎玉團的活動 大家就可以看到新Skin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新Skin 會在《圈鬧界》交響曲 大家記得去活動商店看看吧 這個活動也可以獲得的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圈鬧界日》交響曲 非常好玩 這是橫向射擊玩法的 跟其他版本不同 這個新加進去 我覺得非常有趣 大家也可以用不同的角色過關 我們直接來試試一關吧 好 我們先用海紋 大家看到海紋是真的射出去的 然後可以在地圖上跳 一直打一下怪物 清一下怪物 當然不少可以爆一下大絕感 大家看到剛才是一粒粒飛出來的 現在是一堆東西飛出來的 非常爽快 好了 我們又試試奇亞娜 它是拿著棒球棍的感覺 開大絕就是攻擊範圍更大 地圖上不斷瘋狂地打敗 也挺過癮的 不過大家要注意 有些怪物會自爆 如果你是走不及的話 就會被它傷害的 打完關卡之後 我們就可以出關卡了 這裡完結了一關 其實會獲得獎勵的 這些獎勵就可以換上你想要的禮品 還有一些特別的東西給大家看 跟大家開箱 《崩壞3的香港痛巴士》 即是把崩壞3貼滿了巴士上 還有另一款設計 這麼漂亮的巴士 大家是不是很想要呢 預計在5月底、6月頭 大家就有機會獲得了 想了解詳情的話 可以去到官方的Facebook專頁 我自己也覺得做得蠻精細的 有乘客位、有司機位 再跟大家說說 現在只是樣版而已 實際的話應該會更漂亮的 顏色會更好看 大家在街上也可以留意一下 真的崩壞3巴士 也有的 就是307的大埔中環線 或者是102的美膚梢基灣線 你也可以看到這架崩壞的巴士 好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各位 拜拜